你看有他聽到名字 他就很嚇到緊張了 他就手溜了 我們在這邊帶示意 可以啊可以啊 來問一下子安 子安從7歲就開始接受小提示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要講什麼 沒有 我們很多話想要跟你聊 7歲就開始了 沒有我從1歲就開始了 1歲 講稿寫錯了 真的 7 1 大概6歲 那從小到大 這樣子一路以來的演出 然後跟這麼多知名歌手合作 有沒有讓你對印象深刻 沒有我跟李克宁很多印象很深刻 很會說話 很會說話 他把骨很醜 他還叫他還叫 等一下你說很吵還是很吵 很吵 有了有我感受到了這鼓 對不對我感受到了這鼓 我會感受到了這鼓 我會感受到這個我會感受到這鼓 我會感受到這鼓 我會感受到這鼓 我在這邊會不會直接打鏡頭 我會感受到這鼓 我們再一點點時間來進行 這些器材的setting 大家要相信手機像這樣都是準備好對不對 這個搖滾機也是從 欸 手機進水了嗎 其實現在是啦 不相信還會用這個夾月袋 然後把手機裝起來 其實我覺得今天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相遇 真的是 要天時地地人和 真的 剛初其實 我在邀請尖柔藝人來到這邊演出的時候 其實我最擔心的就是 李克宥以及李子安 欸 為什麼 因為說實在的就是 要他們在這樣子的環境 在裏面是蠻恪苦的 那那時候我就問李子安說 欸 你願不願意來 結果我以為他會跟我奉旋很久 沒想到他現在秒鐘就很乾脆說 喔 好啊 那你有邀柔藝嗎 我說 我還沒有打電話給他 他說好 我現在打電話幫你問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子的相遇 所以感謝一切的安排 讓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邊相遇 那他們待會兒帶來這個作品呢 也叫做 Meet相遇 對 因為其實去年他們在台北專場很快 一千六百位就賣光了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就是隔了一年要再跟大家見面 那來先跟大家說 11月他們在高雄有專場演出 有專場演出 所以這個相遇呢 不只是他們跟音樂之間相遇 也有可以跟可愛之間相遇 當然也有他們跟你們的相遇 對 這很重要 好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會很想把這個畫面 看他們怎麼樣練習 當然那個 在調整鼓的時候 或是調整小明星的時候 光是他們在舞台上面的畫面也會想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寫他去收集 把畫面留給他們 然後就很猛 對 這是一片的畫面 如果有影片的話 如果有影片的話 我們就把時間的交給你們 好喔 那接下來時間 就把舞台交給 Linsta chimichu Humi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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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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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